進行機車的牌子就擺在眼前 怎麼還有機車族無視規定照樣騎上路 原因就是北市中校西路這條重要幹道 長達40年的時間都規定機車物警 只要碰到就得轉彎 中校東路很大條 然後到那邊我想要右轉 結果不能右轉 繞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希望它可以開放這樣 不能騎中校西路 讓機車族平均要多花10到15分鐘繞路 有民間團體抗議決定替機車族征路權 預計7月9號當天號召2000輛機車 一起騎上中校西路 中校西路其實相較於台北市內的 其他道路來講 它一定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為了要繞行會逼到內線 這種道路設計反而對機車是更危險 它有承諾說在它任內之前一定會開放 它的任內就是12月25號卸任 耶誕節之前機車族會收到 不滿北市交通局的開放評估報告 要等到明年 議員要求今年底之前就要先行事辦 給機車組一個大禮 至於當初為何進行機車 外界分析背後原因 有人認為是公車流量太大 但議員提出統計資料 北市前五大公車經過路線 其實第一名是羅斯福路 第二名才是中校西路 認為這個禁令並不合理 目前北市還有其他進行機車路段 包括提鼎大道一段 南京東路六段 大直橋往明水路紮道 環河北路和中校西路 究竟要不要開放 預計最快12月底改善策略出爐 就會揭曉 華視新聞連線理事件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